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QAQ,歡迎大家收聽黑貓日本研究所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土產 大家去日本旅行的時候會買一些手信回來的 那些就是土產 日本人自己去旅行的時候也會買一些土產給自己的同事或者朋友 在外出旅行當地購買的特色產品就叫做土產 而平時去別人家做客或者公司拜訪的時候買的就叫做手土產 土產一般就是有地方特色的裝飾品或者食物 以前的日本人就喜歡買一些陶瓷、人牛等等 現在就沒什麼所謂,就是有特色的和容易攜帶的就可以了 而這個手土產的情況就比較複雜 就根據拜訪的對象、關係的親密程度、季節和場合不同 而選的禮物也不同 一般會選擇一些適用於任何人 任何場合的禮物 例如點心、一些鮮花等等 如果你知道對方的喜好,就投其所好就好了 比較正常的手土產就要加這個 Noshikami 去別人家拜訪的時候就要坐好 然後公公走過來之後 才把手土產雙手遞給主人 現在這個時候 這個Noshikami 在主人的角度看來是朝上才可以的 然後無論多貴重的禮物 也要謙虛地這樣說 如果想讓主人更加了解禮物的來歷 就可以簡單做一下介紹 簡單來說就是 總之有一點心意 你可以送給你 請你收下 這樣的意思 然後主人收了東西之後 一般都不會直接打開 然後放棄附近 一個比較顯眼的位置 之後才收起來 我自己收日本朋友的禮物的話 一般習慣不會拆開 反而是日本的朋友會叫我立場拆開 但是這個朋友送禮物的情況 可能跟這個送手土產 即你送一些比較尊敬的人的時候 可能有點不同 這個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習慣就是 如果是日本朋友送的禮物 就一般即將拆開 才會有禮貌 今天跟我們香港 台灣 即華人這裡 可能有點不一樣 就是收了之後 現場拆開 好像沒有禮貌 對 不知道大家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而也是一樣 叫戰別的東西 就是分別時的禮物 或者一些禮金 江湖的時代 以前一般要為出遠門的人設宴 並贈送錢、物品 而在旅途中使用 但是現在日本人出去旅行 就不會再送禮物了 所以戰別主要是 在搬家的時候 隔離輪舍送給你的東西 或者是因為工作原因要長期出差 或者調動工作時候 同事的臨別禮物 禮物也是要考慮對方的情況 太大、疑難、不方便攜帶的 也不送的 工作單位 即是上班的同事 一般都會出錢買禮物 或者直接送現金 特別是對方是上司的時候 不能用個人的名義送的 如果送給上司的禮物 或者現金 就不能寫這個 賤別這個字 要寫這個預例的字眼 在新環境安頓之後 收到這個賤別的人 安頓之後 寫一封禮物 去致謝被者報告近況 這個跟我們香港人 可能有點像 大家去 轉工的時候 辭職轉工的時候 可能同事都會送些東西給你 祝禮善情次感 也有些人 反而要自己 銀河包買些 散水餅 不知道大家 在辭職 或者轉工 或者轉一個工作環境 轉單位的時候 又是怎樣呢 究竟你是送散水餅那個 還是收禮物那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我的少少日本文化分享 有幫助大家 如果你有什麼有興趣 關於日本文化 想知道 或者想分享 也歡迎 在IGDM我 我們下星期的 哈馬 哈馬日本研究所 再見 下星期再見 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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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